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课程是 亚佛加绝定律 本单元也将分成两个部分 包括说明亚佛加绝 从假说到经过实验验证 变成定律的发展历程 好,与亚佛加绝定律的内涵 第一个部分我们相间介绍 亚佛加绝甲说 如何转变成定律的发展历程 跟它的内容 我们在前面的时候曾经提到过 气体化合体积定律经过检验 确定实验数据是尽确无误的 但是原子说可以说明多个定律 也应该是正确的学说 但是解释气体化合体积定律时 却发生了原子会被切割 有半个原子存在的现象 那这个巨大的矛盾点 被另外一个科学家 亚佛加绝所提出来的分子概念 完美的解决了 亚佛加绝提出分子的概念是指 由同种原子组成的元素 或者是由不同种原子 所组成的化合物 对化合物而言 就是道尔顿所提出来的复杂原子 所以总结来说 亚佛加绝认为原子会先组成分子 那分子在组成自然界存在的物质 亚佛加绝结合了给铝萨克同体积不同气体 含有相同原子树木的假设和分子的概念 提出了亚佛加绝假说 并于1811年6月号的法国物理杂志上 发表了论述关于测定化合物中 基本分子的相对质量 以及它们在化合物中的比例之方法 图中就是这篇文章的英文译本 亚佛加绝假说的内容包含了两个假设 第一个假设是 在相同的温度和压力下 相同体积的任何气体 粒子树木都相同 第二个假设是 气体分子借由数个基本原子组成 当它与另外一个气体分子结合时 化合分子可以分裂成两个或多个分子 而这边指的基本分子 和道尔顿所说的原子意义是相同的 图中表示出绿色的单颗原子 会先形成分子 蓝色和红色原子也可以组成分子 而只要体积相同 两种气体的粒子数就会一样 如果用原子说解释 气体化合体质定律时会发现 两升的氢和一升的氧气反应 生成两升的水蒸气时 会产生半个原子的不合理状况 但若利用亚伯加决的假设 则会发现氢气可以由两个氢原子组成 氧气也可以由两个氧原子组成 那反应后会生成 含有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的水分子 所以就可以完美地解释 气体化合体质定律 利用这个方法 它推论出多种分子的组成 例如水是两个氢跟一个氧组成 氨是一个氢跟氧组成 氧气是三个氧组成 氧气是两个氧和一个氧组成 亚硝酸气是一个氧和一个氧组成 硝酸气则是一个氧和两个氧所组成的 我们之前曾经提到过 如果一个好的学说 应该可以准确地预测实验结果 亚伯加决利用它的假设想法 确实准确地求出了许多气体的分子量 它以氢气为基准 求出不同气体对氢气的密度比 例如氧气 它首先先求出同体积分子各数相同时的质量 分别为63.6和4克 此时质量比就是密度比15.90比1 所以就可以求出分子相对质量比就是15.90比1 亚伯加决求出了许多气体和氢气的密度比 若换成现代的原子量标准 分别是氢气的原子量是2 氧气是31.8 氮气是27.82 水是19.70 和现代原子量的标准相当接近 亚伯加决的文章虽然完美地解释了气体化合体积定律 并补齐了原子说的不足 但是并未引起重视 原因在于 第一 缺乏更有力的实验证据 可以证明气体体积相同时 粒子数会相同 第二是 因为许多科学家 包括达尔顿都坚持 同类的原子会互相排斥 所以不能说明 原子为什么可以结合成分子 一直到50年后 亚伯加决已经去世了4年 在1860年的卡尔斯鲁二会议上 亚伯加决假说 才得到科学家一致的支持跟承认 卡尔斯鲁二会议是历史上第一次国际化学科学会议 在化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1860年9月3号 第一届卡尔斯鲁二 就在卡尔斯鲁二理工学院召开会议 来自12个国家 127位化学家 齐聚一堂 展开激烈的讨论 当时对物质的概念太过分乱 举几个例子来说 水可以用OH HO H2O2 H2O来表示 水和过氧化氢 有人都用OH来表示 醋酸更有19种写法 同时老派的化学家 仍坚持 原子间的结合力是靠静电力 因此氢气跟氧气的化学室 绝不可能是H2跟O2 因为同样的原子会互相排斥 不可能结合在一起 三天的会议都没有达成共识 那在会议的最后一天 一位意大利的科学家 坎尼扎罗 他散发了写于1858年的 化学哲学教程提要 这本小册子 这本书逻辑严谨 表达清晰 引起了以会者的注意 他澄清了原子和分子的概念 最终使国际化学界达成统一的认识 值得一提的是 卡尔斯鲁尔会议 不但是第一次化学家的国际会议 而且最终成立了 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 IUPAC 右途中就是它的标志 亚佛加决假说 经过数十年的实验验证之后 终于改为亚佛加决定律 而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佩兰 他的研究主题 最大的主题就是 一默物质的粒子数 为了纪念亚佛加决 他把一默物质的粒子数 6.022140857 乘以10的23次方 称为亚佛加决常数 那最后我们再来讨论一下 亚佛加决定律的内涵 为什么在同温同压下 体积相同的不同气体 居然会拥有相同的分子数呢 就如同大家在生活经验中 所熟知的 三个西瓜跟三个橘子 不可能占有相同的体积啊 因为这两个物质都是固体 那气体呢会有不同吗 其实固体的体积是指物质本身的大小 所以小的粒子占有的空间小 大的粒子占有的空间大 所以体积当然不同 但是气体的体积指的是 它的运动范围 只要温度压力一样 大家的运动范围就会相同 所以体积自然就相同了 也就是说同温同压下 相同的体积的任何气体 所含的个数应该都是一样的 当了解气体体积是运动范围 这个关键点 那这个假设自然就不会让人家 觉得太奇怪了 当了解物质是由分子组成这件事后 化学开始以飞快的速度前进 同时化学家也越来越想解开 原子为什么会连接在一起的这个谜团 所以化学间的概念 也就开始跟着发展了